大家好,歡迎光臨 中政大學入口處的林鄭鵝 因為天鵝萬部機長 受有天鵝虎的美名 但是近日三團次 鵝中的天鵝感染到H5N5 高倍完成勤勞鑑 全數菩薩 但是優惡有八者沒抓到 未來這個場地也沒辦法繼續服用 也要服用品長不讓我進這個場地 航空表示最近六十五個月希望 在掌握當中五個設定 掌握了感染勤勞鑑後 關鍵通報工業黨員 和一關加特殊北風底塑派完採檢 喀針鑑鑑H5N5 高倍完成勤勞鑑 加特殊北風底塑十三個月報 先派完到林鄭鵝移動關節 統計中間有八者 白羅曼鵝 透過三者 黑天鵝四者 綠頭鴨七者 阿明煩仔七者 但是黑邊了看 加上菜壓迫的方式 菩薩蘭道館 不僅總共保留二十九者的疫苗金 也有存在八者在得 本所接獲中正大學通報 該校所飼養之八隻黑天鵝 以去年底開始即陸續發生異常死亡之情形 經本所協助採樣送診 檢驗報告於14日出爐 確診為H5N5高病原性情流感 本案經本所派員了解 除了僅存的四隻黑天鵝之外 另外上有白羅曼鵝 土番鴨 還有綠頭鴨等等 一共37隻 全部野放飼養於該校廣大的寧靜湖當中 捕捉不易 為了能順利捕捉 本所特地準備了主罰 魚網以及大型的捕捉網 於15日完成29隻鴨鵝的捕捉與撲殺工作 其中也包含了四隻懶病的黑天鵝 迄今仍然有八隻能未完成捕捉 本案預計18日明日持續派員完成任務 加特索表示會請航空設立夠失敗 請民眾不堪接近危險的中業 雖然航空當初夾立萬留 但是真面目撒難必要之惡 為了控制疫情擴散 未來冷靜後也沒辦法再向有黑天鵝 謝金新聞 張來欣 並鄉親 彩虹 彩虹 伯德 嘉義的整個發展裡面 浮動清楚 產業太過單一 所以嘉義可以選擇的就業的機會 相對少 讓整個世界再繼續往前走 台灣應該在未來的產業裡面 有很多的估計跟想法 未來的世界經濟 還有很多的未來產業 我們希望嘉義可以被整個重量考慮 就是有機會在這邊騰立 然後變成科學園區 嘉義變成是一個發展的重點 世界看到台灣 而且加碼投資外商要來 接這個機會 我想進入科技部 國安會 經濟部 我就把握這個集合嘉義剛好今天堵破 也有這個環境 也有這個篤地 然後我們中央大力投資 到哪去了 接一條早 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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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嘉義的這樣的空間 包括無緣這麼廣 而且空間在座無人機相關的這個 試飛 包括測試 一般都有比都市有更大的優勢 就是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 零雄航代研究 有可能發展無人機 所以我們把這個地方就變成是一個 創新研發中心 我們已經跟10家業者 跟中科業簽的MOU 他們都同意進駐了 所以我們希望業長 能夠慎重考慮 我們國家級的無人機 研發測試驗證中心 那未來是否有機會 色彩嘉義 台啟大的校區 那這個 也是屬於中央 那我這個請民主長 跟國防部 中科院 還有國防部 科技部這一方面 我們也專案來幫忙 加油 讓這個進度能夠快